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节目一开始啊 跟大伙请个假啊 因为这两天呢 要回老家有点急事 所以这两天有可能啊 咱们的节目会变成一天一更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是坚持两更 如果实在没办法 可能中间会有那么两三天三四天 变成一更 等什么时候 我回来了第一时间恢复两更啊 在这呢 也恳请各位领导啊 对本请假条予以批准 行了 咱们呢 还是说回咱们今天的案子 咱们今天呢 要说的这案子 发生在辽宁省新城市的大寨乡 在2013年前后啊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做房产中介的人 叫傅平 甭管谁家要买卖房子啊 包括要租房子 都得来找这傅平帮忙 可是在13年8月18号前后 有一段时间 大家就发现总在街上晃悠的傅平不见了 甚至好几户到期的租金 傅平也没去收呢 一转眼十多天过去了 傅平的儿子叫傅强 见父亲始终没有阴信 就来到了父亲的住处 傅平的儿子呢 不跟他一起住 因为傅平又跟另外一个女人成了家 一进到屋里之后 看这屋子里面是空无一人 虽然平时傅强很少过来 但上下一打量 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反正啊 就站在这个冷冰冰的房间里 他就觉得这一定发生过什么事 也不敢在这多逗留 于是决定请求警方帮助 要说起来啊 这傅强呢 确实小时候过得挺坎坷的 十几年前 他的父亲傅平 就因为感情不和 跟妻子离了婚了 离婚以后啊 傅平就和一个 比自己小十五岁的年轻女人 又结了婚了 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也就是傅强同父异母的妹妹 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什么呀 就在傅平失踪的当天 他现在的妻子跟四岁的女儿 也突然之间不见踪影了 就在警方对傅平家 进行现场勘察的时候 就发现院子中间啊 拢起来一个小土堆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难道在这土堆下边 暗藏什么玄机吗 傅强说呀 父亲是一个特别看重钱财的人 如果不是发生意外 收房租这种事啊 那是万万不可能耽搁的 一天半天一个小时 恨不得一秒钟 他都不会耽搁 傅平最后的通话记录 是8月17号晚上 然后就关机了 所以他通话记录之前的几个人呢 这傅强呢 也全都找了 因为发现自己父亲 没什么奇怪的举动 大伙就都问 哎呦 傅强 怎么了 啊 这这怎么回事啊 大家呢 也都不知道有什么情况 通过傅强反应的情况 警方就发现在傅平的家里 除了顶棚是新换的 墙壁上也有明显的 新粉刷过的痕迹 而且那活啊 干的特别的粗糙 据家人说呀 平时呢 房子挺干净啊 没有进去重新粉刷的必要 更让人感到可疑的是 南边墙上挂着的那幅画 在粉刷墙面的时候 没有摘下来 也就是那幅画上啊 也被气弄了一个乱七八糟 这对于细心的傅平来说 他不可能这么干活 那么重新粉刷房屋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正当技术人员 对房子进行勘察时 另外一些民警 还是把目光紧紧的锁定在院子里的那个土堆上 常年的办案经验 就让他们呢 对这起失踪案 有了不祥的预感 在这个土堆那儿呢 好像啊 是有拿铁锹 新挖出来的那种痕迹 不过呀 找来找去 发现呢 这是虚惊一场 这些新鲜的泥土 应该是傅平失踪之前 挖蚯蚓的时候 留下的痕迹 现在也就是说 尸体没找着 警方尽管认为 傅平已经遇害了 这会是一起大的命案 但是不光傅平没找到 他的妻子和孩子 也都没找到 尽管这土堆 没找着什么 但是 里边墙上挂的那幅画 可查出事来了 这幅画的边缘 技术人员呢 就提取到了 一枚喷溅型的血迹 同时在旁边的垃圾桶 鞋架上 也找到了同样的血迹 做了DNA比对之后 认定这个血迹 就是失踪人员 傅平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房间里 傅平肯定遭受过打击 要不然不可能形成 这种喷溅型的血迹 这时候更让专案组忧心的是 不光傅平啊 傅平那四岁的女儿在哪呢 现任的妻子又在哪呢 傅平现在的这妻子啊 叫刘丽 村里人呢 就跟民警介绍说 这刘丽啊 是个眼界挺高 个性挺强的女人 所以呢 她朋友挺少 对了 只有那个张寒 跟她关系不错 民警立刻又找到了张寒 这时候张寒还不知道 刘丽已经失踪了 哎呦 前两天 丽丽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呢 说她家姑娘啊 在幼儿园 问我能不能帮忙接一下 此时 距离傅平失踪 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 刘丽竟然在两天前 突然出现过 而她在和朋友的通话之中 可是只字没提丈夫失踪的事啊 警方需要立刻找到刘丽 刘丽是最后和傅平接触最多的 那么刘丽现在在哪 在干什么 警方对刘丽的家属 尤其是与刘丽联系密切的姐姐 进行了调查 后来啊 这些亲属们就都说 刘丽呢 最近没跟我们联系啊 也没到家来 这时候民警就认为 刘丽会不会已经离开本市了 专案组迅速展开对全市范围之内 汽车站火车站 以及旅馆宾馆的排查工作 2013年9月6号 在葫芦岛市隋中县的一家旅馆外边 警方呢 找到了一段监控视频 画面中啊 就发现了这个刘丽 跟在刘丽身后的 有一小女孩 就是傅平和刘丽 四岁的女儿 小名叫妞妞 在这段监控里 还有了一个新的线索 在刘丽和妞妞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到底是谁 跟刘丽又是什么关系 根据报案人傅强所说 傅平最后一次出现 是8月17号晚上5点 而监控录像的时间 是8月18号凌晨5点 也就是说 这中间隔了12个小时 那在这12个小时时间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失踪的傅平 现在誓死是活 画面中 刘丽这三个人 到底准备去哪 警方立刻赶到了这个旅馆 据旅馆的工作人员说呀 那天凌晨5点左右 俩大人带着一小孩 在我们这开了一个房间 并且当天在下午一点的时候吧 就退房了 就走了 随后 警方又调取了 宾馆内部的监控画面 就看着刘丽跟妞妞在前边走着 状态呢 是显得匆匆忙忙 身后边的男人呢 光着膀子 拎着衣服 走路的时候啊 就感觉很奇怪 随后警方通过这画面捕捉 又在人口信息资料库里面进行比对 就证实画面中的这个男人 叫孙文 就是葫芦岛市随中线人 警方随后呢 又调取了 复平失踪当天晚上 案发现场周边 所有的车辆通行卡点的监控录像 很快 又有了重大发现 2013年8月17号晚上11点18分 孙文开着皮卡车 从随中进入到兴城 当时车里只有孙文一个人 过了差不多四个小时 也就是8月18号凌晨3点23分 孙文的皮卡再次出现在了这个卡点 这一回是从兴城返回随中 而此时车内的副驾驶上还多了一个女人 把图片放大这么一看 这个女人就是刘丽 在刘丽的怀里 还抱着四岁的女儿妞妞 警方一路辗转的 从葫芦岛赶往沈阳 又到了丹东 2013年9月9号 在丹东的一间出租屋里 就找到了刘丽和孙文 要说起来啊 这刘丽的心理素质是真好 见到警察之后 抓到他的时候很平静 也没反抗 后来呢 警方把刘丽和孙文分别的分开 在两辆车里接受询问 互相所回答的东西啊 嘿 那叫一个驴唇不对马嘴啊 谁的也靠不上谁的 那么到底杀害傅平的会是谁 又为什么要下次毒手 最终刘丽供述了 他杀害了丈夫傅平 并且和孙文共同掩埋尸体的犯罪事实 那么刘丽为什么要杀害傅平呢 在和傅平结婚之前呢 刘丽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儿子 在刘丽看来呢 前夫的性格过于懦弱 又不求上进 所以日子呀 过得也没那么富裕 直到遇见了傅平 傅平呢 既强势 又懂得浪漫 很快就征服了刘丽的心 由于俩人相差15岁 一开始这段婚姻呢 大家也都不看好 但是傅平跟刘丽呢 这家伙情比金尖啊 冲破了重重阻力 不顾大家的流言蜚语 最终走到一起了 那时候的刘丽 怎么也想不到 曾经让自己这么痴迷的男人 有朝一日 会命丧在自己的铁馆之下 2013年8月17号 案发那天晚上 傅平和刘丽跟平时一样 早早的吃完晚饭 就上床休息了 没过一会儿 傅平的呼噜声啊 就响起来了 这时候刘丽 抄起来一根铁馆 轻轻松松的 就结束了傅平的生命 在挥动铁馆的那一刻 刘丽的大脑完全是空白的 已经被愤怒所充斥了 他忘记了这12年来 一个个温馨感动的瞬间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仇 刘丽就说呀 他呢 自幼丧父 所以呀 他就觉得比他大15岁的傅平 和那些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男人比起来 更加的成熟精干 不过俩人刚一结婚 就有了一个问题了 就让刘丽感到很苦恼 就是这傅平啊 脾气不好 刘丽自己呢 脾气也不好 刘丽呢 就担心 也跟傅平提过这事 咱俩脾气都不行 咱俩一块过日子 会不会经常打架什么的呀 傅平一听就说了 还放心吧 丽丽 我不会那样对你的 我不可能打你 要是什么时候 你发现我打你了 你不想跟我过 你就提出来 我不会为难你的 一开始 刚一结婚 俩人这是热恋期呀 哎 互相之间呢 也算是相敬如宾 傅平呢 什么事都宠着 让着流利 可是好景不长 傅平这诺言 这保质期 也就两年的功夫 两年之后 傅平这骨子 暴躁的脾气 逐渐显露出来了 经常因为一些琐事 就对流利大大出手 流利呢 就跟所有忍受着家庭暴力的女人一样 每回被傅平打完之后 傅平在那儿啊 显得无比真诚的 会跟他在那忏悔 流利呢 就一次次选择了原谅 可是 每一次复平的承诺 那都不管用 说话不算数 换回来的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毒打 个性要强的流利 就默默的承受着这一切 他不愿意跟别人说 觉得丢人 也不愿意跟家人说 怕家人担心 可是 内心这么痛苦 总得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啊 这时候这个孙文可就走入他的生活了 孙文呢 是一名动物防疫员 言语不多 在流利抱怨丈夫负评种种不满 对他种种暴力的时候 孙文可就成了最好的一个倾听者 每回啊 都可劲的安慰流利 尽管说 孙文不善言辞 安慰来安慰去 也就那么几句话 但对于流利来说 这就够了 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案发前三个月的时候 流利跟孙文 终于还是越过了道德底线 俩人呢 发生了性关系 就走到一起了 流利就把这份婚外情 当做自己苦闷生活的调剂品 他认为丈夫傅平啊 不可能会察觉 其实傅平早就看出来不对劲了 傅强后来跟民警说 我爸呀 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他想找一个人 想把他腿给打折了 说是跟那个女的有关系 直到被害死 其实傅平也没把这件事 跟流利摊牌 可能是出于男人的那种自尊 也可能是出于对这段感情的不舍 反正没说 不过打仗以后 傅平的家暴行为更频繁了 而流利并不知道傅平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 你看跟绕口令似的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的吗 对吧 流利终于是忍受不了了 就提出了离婚 2013年7月份 也就是案发之前一个月 傅平看到流利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的时候 心里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 把流利拽到了大水缸前边 把他就摁在水缸里 并且还说了 要打到他家去 咱俩呀 同归于尽 流利就觉得 傅平这是要来真的了 是想把我弄死啊 流利再三的求傅平 傅平才没去流利的家 那么傅平的话 到底是威胁 还是真的要付诸行动 面对这个局面 流利大脑一片混乱 他现在是又着急 又愤怒又担心 而且傅平还威胁到流利跟前夫的孩子 尽管流利跟前夫没感情了 但儿子是自己亲儿子呀 这时候啊 流利就觉得再跟傅平过下去 这也太危险了 不过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 这个小家庭显得是异常的平静 傅平呢 就以为流利是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了 傅平哪想得到啊 一个谋划已久的报复行动 正在成行啊 案发当天晚上 流利呢 一动不动的躺在已经睡熟的傅平身边 他甚至不敢大声的呼吸 他怕声音太大了 把傅平再吵醒了就麻烦了 为什么选择在那天动手 是因为流利和前夫的儿子不在家 他说了 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看见 留下阴影 那边傅平已经呼呼的睡着呢 流利就在这等着 等了一个半小时 流利终于是下定决心 我要对他下手 傅平还在那打着呼噜呢 流利抄起来棍子 朝着傅平的脑袋 可就大了过去了 当时的流利啊 已经到了疯狂的状态了 拿着铁管 一次次的砸向傅平的脑袋 此时 他们的女儿妞妞 就近在咫尺 也躺在床上睡觉呢 各位想啊 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晚上十点钟 孙文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了 孙文也有家有口 他也有妻子 有孩子 为了不吵醒自己的妻子 赶紧接起电话 耳边可就传来流利的声音了 孙文 我把傅平打死了 你过来 帮我处理一下 孙文呢 一开始不想答应 他不想卷入这命案之中啊 你说没发生这么大事的时候 当当情人 对吧 这过过男女的这个快乐的生活 他是愿意的 你真说卷到命案里 那不行 那不把我给坑了吗 可这时候流利跟他说了 你要不来帮我 我就去告你 我告你强奸我 或许是害怕 也可能是心虚 反正孙文爬起来 鬼使神差的开着车 就来到了流利家里边 俩人经过商量 最终决定啊 把死者傅平的尸体 就藏在孙文家的梨树地里边 孙文家呢 种着一片梨树 对于流利来说 杀害了傅平 把尸体也埋掉了 并没有给他带来解脱的感觉啊 毕竟是杀了人了 他知道自己跑不了啊 而悲剧呢 也远远没有结束啊 流利和前夫的儿子 在案发当年只有11岁 女儿妞妞只有4岁 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之中怎么办 父亲被自己的母亲杀掉了 而母亲呢 又要在牢狱之中 过很多很多年 他们的成长到底该怎么办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就为您说到这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